今天厦门经济特区迎来了40岁的生日 在这个喜悦的日子里 不少市民朋友分享了自己对特区建设40年来发展变化的深刻感受 表白厦门并为特区送上真挚的祝福 40年风雨兼程 40年砥砺奋进 厦门昔日的贪图上 如今高楼林立不断创造出新的奇迹 对这些翻天覆地的变化 市民群众最有发言权 从毕业然后到这边生活 在组成家庭 整个过程当中的话 其实也是跟着厦门一起发展走向美好的 住在这个城市的人们的话 就是更加的自豪感 整个环境整个交通都改善很多 我来厦门也应该有快30年吧 90年代出来的 是感触蛮深的 当初我觉得去一趟火车站 只有一趟车对吧 然后去莲花也是很辛苦的 现在都很方便了 初岛就更不用说了 现在你看地铁啊 BRT啊都很方便 政治啊民生啊经济都非常好啊 现在楼建的越来越多 马路越来越宽啊 人们的生活水平是越来越高 而且以前想象不到的 包括环境保护了 这个东西什么东西都非常好了 都已经跟得上世界水平了 而且在某个方面还可以操作 我觉得现在不管是就医啊看病啊 特别方便 像我婆婆是外来的 她来不管是看什么社区啊什么 我觉得方便很多 教育这一块我觉得也挺好的 我觉得各方面挺大成就的 比我们那会真的是没法比的 这些年变化最大的是 休闲的空间越来越多了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文创研啊 都成了网红打卡点 每天下班回来 或者说出来晚上吃完饭出来散步 都可以到那个人人羡慕的 网红打卡点里面去散步 我觉得这个是大家获得了 满满的这种幸福感和获得感 不论是土生土长的厦门人 还是新厦门人 他们都对厦门这座城市充满感情 站在四十载荣光的兴起点上 他们又有着怎样的祝福与期许呢 当然就希望厦门越来越好 希望市民生活越来越好 希望这个我们有个更好的 更美丽的这么一个生活环境 之后厦门就是人们的素质越来越高 然后经济越来越发达 市民可以越来越幸福 不管是一些硅谷啊 或者是高人资的人才有更好的一些福利吧 能把他们留下来 能贡献给厦门就最好了 祝厦门经济各区四十周年生日快乐 在创新路上 我们永远与你接受同行 本台记者报道 怎么发送来的 tract话呢 宝贝